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太太当然也是美女 所以你们俩来都是正选的人才 要谈这个话题 一个是台湾女 一个是台湾女的老公 嘉惠博士 这我们就可以研究一下所谓的大小恋 我就说咱们今天晚上可以风月无边 其实不光今天晚上 我那天跟一个八卦周刊的一个主编还聊了一路 我有所醒悟 我觉得什么关心社会 不关心八卦 你怎么叫关心社会 这个社会就是八卦社会 除了八卦 没别的什么事 我们看八卦也可以从不同角度看 比方说八卦里面看出不同地方 不同社会 有它的不同的取向 像我看到最近讨论这个大S的结婚的问题 我才知道原来大陆有什么精诚四孝 精诚四孝 对对 我让我一看真自卑啊 原来四个都是富二代 有钱 香港你知道吗 又婷 以前在网络上面有人写香港四孝 香江四孝 对对对 有谁啊 对 你的好朋友梁文道 然后有马家辉 还有两个不提了 因为被抓去坐牢了 都是一群倒霉鬼 跟人家没得比了 台湾有吗 有这样 但是我大胆说一句 什么精诚四孝 这要跟历史上那他也没得比啊 这是民国四孝 你知道的是什么人吗 谁 哎呀 又婷你要知道了 个个你都能爱上 民国 袁克文 还不是袁世凯的大儿子 袁克定 是袁世凯的二儿子 袁克文 我极为喜欢这个人 我认为又婷 你一定要看看关于这个人的记者 那叫一个文采风流 这么有文化的一个人 而且混到上海 青红帮的人 他是大哥 拜他当大哥 就可以想见这个人在待人处事 为人处事 江湖之上 是个什么人 可是又是这么一个风流翩翩 着世家公子 而且他哥是有钱 他哥甚至有政治野心 弄着他爹要当皇帝 是 袁克文多没有远见 袁克文写的那个诗啊 写的特别的好 我就记得还有一句吗 他写给袁世凯他爸爸 说什么 决连高处多风雨啊 大概意思就是劝君没到最上层 就是可怜这个最高的地方风雨多啊 那时候他劝他爹嘛 然后他就整天流连这个花街柳巷啊 就青楼之上 到没钱了 你这个潇洒到什么程度 他写字 那是那到书法家的水平 没钱了就写钱了 人家就给他 他是知道穷的 一分钱没有了 才提起笔 肯写几个字 换点钱 他死的时候 天津六国饭店吧 他就住天津死在天津 天津你知道吗 所有的青楼女子 那真是啊 集体为他送行啊 所以还是口碑做出来 还有谁啊 什么张伯鞠 张伯鞠啊 你比如说 拿自己家的大宅子 换了这个陆基的平复铁啊 这是给咱们国家留下的这个最宝贵的书法的收藏 而且长的那叫一个英俊 张伯鞠的相片你也应该看了 张伯鞠娶的那个女子叫潘素 当年也是很美的 再有一个谁啊 张学良 张这赵事这家伙 可是坦白说也一代不如一代了 后来去了台湾也有很多公子 四公子 宋楚瑜连战全部是 后来都搞政治了 而且都输了 最后输给一个姓陈的家伙 对不对 姓陈的陈水扁 对不对 一路打上来这样 一代不如一代 现在这一代我可不敢说 这一代也是不错的 这一代也是不错的 反正咱这个 咱可以看看照片 像这个小飞哥呢 按说呢 我跟他呢 在黑暗的他那个他妈那个 克拉伯里还有过一面之缘 这是这个汪小飞 是吧 这个 一表人才 一表人才 咱们再看下边 什么留学法国吗 这个是这个大S 咱们这个见都没见过 大小恋可是激励我妈 对我们这些圣女的一些期望 我真的知道大小恋的时候 我人在欧洲 我妈远远从欧洲 不够时差 打电话给我 把我叫醒来 就是为了说 你妈 你知不知道大S跟这个汪小飞订婚了 你看你这个圣女有望了 因为我终于把你送到香港 你临中国大陆 现在呢 因为火车就到了 应该可以把你进口到大陆去了 觉得我是驾得出去 是不是台湾妈妈现在都急了 也没有 但就是一个开玩笑 但是就是说 觉得现在这种台湾中国的联姻 好像是变成一个风气 尤其是变成这种 明星们啊 或者是名流们 他们开始带起一种风潮 光美也是 是吧 亲爱的 你还真是说到话题了 现在我那个手机短新闻上 都出现象了 你看看这个字幕 现在你在台湾 没听说这热词吗 圣女西游啊 指的是台湾大龄圣女 选择大陆男子结婚的现象 此类好姻缘 并不是只能出现在 女星和富豪中 说的是什么 居然说台北啊 我都不知道 我现在向你考证啊 说25岁到35岁的女孩子当中 三个里面就有一个是单身呢 这倒是真的啊 台北胜到这么情况 不是 没有因为在台湾 其实并没有这么急 只要把女孩子 在30岁之前嫁出去 所以其实到了35岁 你都不结婚 大家都觉得是正常的 还算正常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 可能到了所谓35岁之前 都还单身的女生 还挺多的 所以你说圣女西游 其实我们在台湾 会觉得是大陆的男子 都像东游了吧 东游到台湾了 反正他们开始 东征 东征 这个字好 东征到台湾了 对就是我觉得 以前人家说这种富豪啊 会这个找个明星 或者是主播 或者是什么有名的女生 就像是女生买薄金包一样 对吧 但是薄金包不可以在香港买 不可以在中国买 一定要到法国去买 一定要到原产地买 这样感觉是一种 厉害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现在富豪 有这样的心 我听过富二代说 要进口 没有富二代说 娶老婆 特别假如要娶 有名气的老婆 好像去台湾娶 可信度比较高 第一个通常不会假 然后他说比较可靠 而且有一个说法 有一个富二代说 台湾的某个阶层以上的女孩子 比较见过世面 比较出来 比较应对得体 不管语言能力 还有怎么样处理事情 所以他们会 假如要选有名气的 或者有专业的女性的话 所以第一个选择是去台湾 可是你换个角度看 你不无悲哀嘛 台湾越来越变成越南了 越南的出口新娘 越南好多年来出口新娘去台湾嘛 现在轮到台湾出口新娘去中国大陆 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变化 前几年我们做节目还在那控诉呢 就是大陆新娘的那个凄凉 那个时候就是你们台湾男人呢 从大陆找我们这女女女孩子 给你们做是二奶 还是三奶 还是什么 也有真结婚的 反正就是大陆新娘在台湾都在呼吁 对他们那么合法权益之类的事 现在你瞧 风水轮流转了 我跟你讲 我就问问你又听 其实我知道 在早些年呢 这个不光说不要说台湾的女孩子 就是香港的女孩子 我知道 对大陆的男的也是觉得 就跟这个粗啊 脏啊 这个不讲究啊 土啊 这个傻乎乎的啊 愣乎乎的 或者野蛮巴拉的 就是跟这些一些印象 结合在一起 是 但是呢 现在 是不是就是 的确有点改观 因为我们来看一些 就是富二代 其实他们的家属 也都会把他们送到国外去 所以我想走过国外一趟 这个世界观的确不同 但像中国现在富起来了 大家所回来家里面 就算掌管家里的事务也好 你所面对不只是中国的市场 你要可能跟外国人见面 你要常来香港 你要飞来飞去 所以我觉得是对一个男人的 这个历练有关 所以当你在这个位置 然后你看着世界也面广了 那台湾的女孩子 一向对这种 过去是对ABC啊 只要是国外回来的男生 也都特别有种 fantasy幻想 所以我想中国男生 一旦有了这样的背景 那毕竟中国台湾 我们是同学 同文化 更好沟通 语言上更直接的话 那就更容易拍集合了 而且啊 我就跟你说 他们说这个大S的这婆婆吧 这个什么张岚女士 咱有个一面之缘 都爱结交富豪嘛 张岚女士什么要去台湾了 这个空中就开始喊话了 就跟两岸上会谈一样 谁啊 婆婆要来了 说说是 好像说这边的大S小S的妈 也挺厉害 说会不会怎么掐起来了 又说什么慈禧太后什么聊 我当时一看 我就一笑 我就说啊 我可体会过 这个这一点呢 我认为大陆朋友 都真是需要学习的 我有这个台湾朋友啊 台湾人呢 台湾的朋友 他要是想欢迎你 他要是想让你舒服 哎呦 我可知道 那个 他能弄得你舒服到 你脚趾头放进去 你知道吗 那个温情默默 哎呦 那个会聊天会说话的 台湾女人也是一样 他要是有些 想让你这男的舒服 哎 这我倒是觉得 这有变化 去广告 因为以前我们在 你要先去广告 那我下一句话 因为在以前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相反 因为我们以前觉得 台湾男生 喜欢大陆女孩子 包二奶什么 为什么 因为大陆女孩子温柔 会撒娇啊什么的 但现在人家说相反 反而台湾女生 还有传统的一些观念 所以看到婆婆啊什么 我们还是觉得 你看像大S在一幕前 还是强势的 她在台湾 什么话都敢讲 但是她一碰到婆婆 现在哎 婆婆讲话 我什么都低调 所以这一个 这个观念还是存在的 像媳妇见着婆 有理说不清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一直在两句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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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